有沒有看到 那正準備要開花而已 我這邊是在英格蘭的湖區 英國英格蘭湖區 這是在路邊 路邊 看就有很多很多霞葉薰衣草 有些他才正準備要開花而已 那他很香 那他也是可以拿來提煉精油 只不過只不過在雅樂代的台灣 可能就不是非常容易種了 那他是多年生的木本豬 你看到這大概已經種第二年了 然後你看他的一個枝條 有沒有 湖區 所以你看對面有一個湖 很漂亮齁 薰衣草 霞葉薰衣草 那薰衣草有好多種 現在葉子這稀稀長長的有沒有 你看這葉子稀稀長長的 霞葉薰衣草 然後還有寬葉薰衣草 還有葉子是羽毛狀的羽葉薰衣草 然後還有葉子它是育種 父母親不同種的雜交種 叫做米克斯的薰衣草 很多種 還有葉子毛毛的叫棉毛薰衣草 你看到這個是最受歡迎的薰衣草之一 就是霞葉薰衣草 蒸薰衣草 哇我又走到另一戶人家 他門口也放了薰衣草 這個品種是法國系列的薰衣草 他叫做西班牙薰衣草 他比較特別就是 他的花朵上面的包片已經 就是長得很大 然後像一個多在上面這樣 一般薰衣草的花形不是這個樣子 那一樣 他這個味道是特別的香甜的 薰衣草的味道 他是西班牙薰衣草 看這個學校宿舍的外面 全部都是薰衣草 不要以為是蜜蝶香喔 是薰衣草喔 那這個泡泡應該是這裡 在這個地方特有的害蟲 製造出來的 像這個白白的這個地方 這個是應該是一種蟲害啦 這是這個地方 我看英文書會有介紹這種蟲害 那台灣沒有看過這種蟲害 不多 這邊轉角這邊全是薰衣草 很嚇人吧 我沒有來英國以前 我不知道 我以為法國很愛薰衣草 結果 在英國薰衣草是當成路邊的行道的一些裝飾 哇 那這條路有機會你可以來 這邊是在Oxford牛津大學裡面 那這條巷子你看 滿滿的都是薰衣草 很驚人吧 那這應該也是霞葉薰衣草 所以薰衣草 你看我們去北海道的話 就是七八月暑假的時候去看薰衣草 因為啊 那像英國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在這個時間 你看這才含包而已 所以下個月來就開花了 應該說六月中就開花了 現在是六月初 這些是霞葉薰衣草 很厲害吧 多不多 很多吧 你看在學校的校舍 旁邊的 因為薰衣草是木本植物多年生 所以它可以一年又一年 一年又一年 很多齁 很多薰衣草 這是另外一個品種 比較小 大家開花了 有沒有 紫色的花 不可思議吧 英國人原來這麼愛薰衣草 剛才才說很多薰衣草 然後很多環包 沒想到走到這個角落 哇全開花了 很多吧 英國人真的超級愛薰衣草 這次讓我見識到了